本套玩法比较特殊 本套玩法比较特殊 本套玩物必要把人打死 否则就没有后接了 但是AP老鼠真的应该是这么玩的吗 如果我们抛开对地老鼠所有的固有认知 重新来审视这个英雄 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AP老鼠的AP加成全在被动和E技能上 那么我们的出装思路 就应该是增加我们释放E的频率 以及延长被动附着在敌人身上的时间 而且我们W和E的施法范围都非常远 如果我们再出一些移速配合K技能拉着 那么我们就能做到让敌人看不见摸不着 只能被无限拉着 在毒素的灼烧中挣扎 最后毒发身亡 这或许才是瘟疫之源应该有的样子 这位玩家的天赋出装就完美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天赋主角 出装方面的话 他会选择出门多蓝剑 第一次回家购买杀人剑 然后他会先做出泳霜和CD血 配合天赋里的超燃 获得共计50点技能急速 此时一技能的CD就已经被缩减到了5.33秒 少于我们被动的6秒持续时间 此时我们就已经能做到被动持续时间内释放两次一技能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十只牙的攻速的话 我们怎么叠被动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W技能配合泳霜 隐身老鼠的泳霜基本是必中的 我们泳霜W接两下普攻 然后释放第一个E技能 然后触发向尾拉开 在我们的灵光披风 急跑 向尾猛冲面前 敌人根本无路可走 等E技能转好就是双翼斩杀 没有人能抗住AP老鼠的双翼加上被动这么久的灼烧 请看这个实战案例 从头到尾 BN只被A了一下 接下来这位玩家会选择主意附W 点满后的W配合星界驱斥的另外30点技能急速 CD直接低至5秒 一个持续3秒的技能 现在只要5秒CD 配合W技能优秀的施法距离和此时高达59%的群体减速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无限序敌人身上的被动 现在我们可不只是双翼那么简单了 而是理论上的无限WE 配合我们的Q技能 相位猛冲 灵光 披风 还有急跑 我们就如同一个射成1200码的炼金 接下来的话 由于我们的CD已经够了 后续只要继续增加伤害就可以了 所以这位玩家第三件会选择大帽 这位玩家的第四件装备也非常的有意思 他会选择出收集者 这是一个非常毒辣的理解 照例说 此时应该是出那十只牙或者大法穿棒伤害更高 但是你要知道此时对方的 A和战士英雄也已经出到第三第四件装备了 面对屁老鼠 他们大概率会选择大眼魔刀这件装备 大眼魔刀要百分之三十血量才会触发 而收集者提供了一个百分之五血量的斩杀 配合老鼠的被动流血伤害 以及异技能力物理伤害 大眼魔刀触发了也没用 根本挡不住斩杀 沦为积累 最后一件的话 如果比较顺的话 那么你之前就应该已经把杀人界合成杀人书了 注意杀人书能喝就喝 有个八层左右就可以喝了 相信各位都理解这套玩法中移速的重要性 而杀人书的百分之十常驻移速 就显得格外有价值 所以你只要到了八层 也就是出门拿个助攻就能叠满十层的程度 就可以合成打杀人书了 否则的话最后一件就是那十只牙 毕竟我们此时的法强已经很高了 那十只牙的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 关注一件三连 后续分享更多有趣出装和玩法